請部長 請部長就被巡台 陳委好 部長我們今天聊一下中資滲透跟國防的關係 想先請問一下有沒有聽說過在去年 前年2018年4月27號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這個法案 去年通過 他當時有做了一件事情在他第14條寫說 可以要求機關組織公民提供政府這個支持協助與配合 意思就是說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公司組織社會團體 都可以因應情供法的要求 對岸的這個所謂國家情報法的要求 來提供給政府資訊 這件事情國防部知道嗎 報告委員有關情供法 國防部相關的單位都會依法來行政來支援做這個事情 這個部長 陳委問的是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國中華人民共和情供法的問題 2018年通過 謝謝 保安協助 報告委員好我是正在舉保安協助 保安協助 他們滲透的這個方面 我們有相當的一些法案的依據 來做好我們鞏固內部的一些反滲透的作為 我想這一個法案對台灣的這個提醒是說 這叫草木皆兵 我們本來以為民間的交流 他一樣是可以透過民間的滲透 來達成他們對我們國防的危害 其中呢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有一位叫任國榮先生 他被金管會罰了三次 第一次是用龍峰國際 就是中資繞港的名義來持有大同股票九萬五千張 第二次在2017年的時候任國榮被金管會發現用他女兒的名義 又再買了大同的股票二十萬張 第三次2019年也就是去年 他用這個三家公司的名義買了四十二萬張的大同股票 聽起來是一個民間的投資 而且在現有的法律裡面我們沒有辦法定義大同是一間中國企業 但是實際上這間公司參與了非常多的國防標案 其中還有兩項是機敏性的業務 包含了我們的支通電軍指揮部 最近新成立的他的公文管理系統 是不是大同來承標的 我都寫在上面的是或不是回答一下就好 然後另外在一級情報機關電訊發展室的電子公文系統 是不是他們成標的 按照訣標公告是 請問國防部絕對有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是按照政府採購法 他如果有參標權 事實上我們沒辦法 因為他是沒有辦法被定義成中資企業 但是而且他通過了合法的這個招標系統 所以他現在可以來承包我們一級的這個經營系統 你剛剛那個回答是說因為與法無懼 但是我要問的是你們覺得這樣子適不適合 適合 你認為不適合 如果有涉及到國安的我們國防部的立場 是只要有中資或入資的這些廠商 我們可以禁止他來投標 但是據敏感性或國安資安一律之業務範疇 其實在招標的時候你們是有辦法去 可以禁止 對 另外我要講的事情是 像這樣子的過去我們認為是民間的交流或是投資 在剛剛講的國家情報法這個宣布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情報法宣布之後 他們可以說是草木皆兵 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國家調查情報的這個要員 所以在這樣子的前提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的去調整 我們對他們交流的一個企圖 尤其是在不管透過文化上教育上或者是體育 甚至是民間的經濟投資交流 他都有可能被用來作為情報滲透的管道 國防部可以理解這件事情嗎 跟事實嗎 我們在大院通過的國防產業發展條例後續 我們現在已經在訂定相關的一些執法的規範 就是針對這些列款軍民廠商安全查核的一些辦法 針對廠商所屬的人員設施 還有相關的安全事務我們會進行查核 然後也將資訊安全這些管控機制都會納入我們未來這個法裡面的一個查核的重點 我今天並沒有對大同公司做主觀的批判 而是他的這個股東其中一個是已經被經管會罰三次 而且罰第三次的還說你必須要出脫手上的股票 罰完之後他股票越來越多 那這個東西我們當然會往立法的方向繼續去努力 國防部也要替我們一起注意這樣子的事情 他是一級基民系系統 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那另外我想要問一下這個關於電站系統更新的部分 也是空軍軍夠強化的部分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去年2月份巴基斯坦跟印度的這個空戰的時候 印度打下巴基斯坦一架飛機 號稱跟全世界講說我打下來架F-16 美國沒什麼好了不起的 結果美國跑去巴基斯坦輕點發現其實根本沒有打下來 這就是電站系統的更新電線設備的這個技術的比拼 不只是物理上我們打不打得到對方 在科技上他們能夠讓這個敵軍覺得打到了 感覺上打到了 但是實際上沒有 也就是說電站系統的防禦能力是我們未來海空軍 以及這個資訊作戰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但是我們知道F-16V的共同採購案 它有一個我們原本寫在採購書裡面的是ALQE31A的新型電站夾艙 但是最近傳出美國終止研發 請問國防部如何應應 幫我報告 你好 我是空軍參謀長鄭榮峰給你報告 在去年美國已經正式終止了那個AL131的研發 那他也建議我們沿用我們目前的ALQ184 還有一個我們AL15動的一個拖一式把標 可以滿足現階段的需求 後續他已經在做研理 要協助我們來一起做後續的最佳方案 空軍的預算沒有投入 我知道預算沒有投入 我知道預算沒有投入 他認為後續有更好的一個科技來協助這個 那他會不會影響到我們購改的升級時程 報告不會 他是一個外掛的夾倉 他不會影響 另外我們新的鳳翔專案 他是使用內建式的 所以也不會有相關的問題 去年軍官案包含了75套的ALQ211 當時是說這個 一方面我們講說他跟巴基斯坦一樣 怕巴基斯坦跟中國很好 可是一方面我們其實也有75套這個東西在用 但是這套系統跟ISAR的雷達其實是配合得很好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會不會同一批飛機 大家裝的雷達不一樣 我們鳳翔專案 他總共目前是市面上132架的一個需求 我們是會在同一個構型 由美軍來做統一的研發 那去年我們在軍購的 那都是用配合式ISAR雷達來做整合 沒關係這個我們可能之後再送書面 我們把這個哪些人用什麼東西寫出來 那最後問一下 我們去年這個F16V的軍購案的時候 提出這個我們有一個革新啦 我們提出要價需求書改成發價需求書 那可是現在有個問題是 他們既然取消研發 我們預算也沒有發的話 那這一批的電站系統 現在進度是什麼 是我們要重新再給發價要求書 還是我們會採購新的東西 還是他們打算怎麼辦 他這個是發價書裡面其中一個巷刺 那個巷刺的錢沒有支用 他就一直留在那裡 那如果要做調整修正 只要去修正那個巷刺的一些規格規範 OK 那我們未來會朝向哪一個目標去前進 我們要買什麼東西然後 跟美軍一致的構型 跟美軍一致的 那我們自己系統就好幾個了呢 他事實上還要跟我們自己所有的電站系統去做匹配 好 先這樣 那個第一題非常重要 我們再保持聯絡 感謝 請 謝謝 感謝我們陳某位 感謝我們陳某位